大家好,辣椒炒茄子,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今天我们分享一个新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茄子软烂入味,绝对比吃肉还过瘾 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几根清洗干净的长茄子 将它改刀切成厚一点的片 厚度比一块钱硬币稍微厚一点点 最后看一下切成像这么厚的片就可以 接下来准备一些清洗干净的螺丝胶 用刀拍一下改刀切成小段 吃不了辣的朋友也可以用青椒代替 切好后装入盘中 再准备一把大蒜用刀将它拍破就可以了 大蒜可以多放一点吃起来更香 切好后装入碗中 再放上一些黑豆豉 接下来锅中不用放油 撒上一些食用盐 盐不需要太多薄薄一层就可以 然后把切好的茄子片摆放在锅里面 摆放好以后开小火给它慢慢的煎 这里放盐来煎茄子 可以让茄子快速的变软 而且还能提前入底味 火一定不能开得太大 要不然容易煎糊了 大约煎至两分钟左右再给它翻一面 把茄子里面的水分煎出来 这样煎出来的茄子吃起来特别的香 而且还不会吸油 最后把茄子煎至变软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接着把它加出来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锅烧热加入食用油 油热后把辣椒倒入锅中 边炒边用铲子按牙 把辣椒炒至变软 最后把辣椒炒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把大蒜和豆豉放入锅中 炒出蒜香味和史香味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支持和鼓励 炒香后倒入煎好的茄子 再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别的调料就不需要放了 快速地给它翻炒均匀 这里炒的时间也不用太长 因为茄子本身都已经熟了 把调料翻炒均匀后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哇塞 闻起来真的太香了 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这样做出来的茄子焦香入味 非常的好吃又下饭 而且一点也不油腻 真的比吃肉还过瘾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